是的 那么我现在已经是从屏东的加东乡 启程正在前往高雄港的码头的路上 因为这第二批的组合屋将会在下午的两点钟 就会停靠在高雄港码头 而这第二批是200套将会运到高雄县的三名乡 全部提供那里的灾民 那么我现在正在路上 很快在下午两点的时候 我们将会在现场为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报道 好的 谢谢陈真实的报道 那么昨天下午那200套援助台湾灾区的活动板房 是从广东汕头起运了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这批板房将通过广东省首条对台海上直航货运航线 运抵台湾高雄 当天按照汕头市政府特事特办的要求 汕头港国际集装箱码头 各连检部门和码头作业单位通力协作 确保救援物资快速起运 那么做到集市集办特事特办进出港手续 合并浪里 接约了它这个大通光的时间 对这个传播到台湾的过程 我们虔诚的建广 确保这批货物安全送到台湾岛 据了解 汕台航线运营企业不仅免收运输费用 还优先安排货柜和仓位 全力保障原台物资的运输 在汕头各有关部门和码头单位的努力之下 冬月轮于21号下午5点完成装窃作业 提前离港 比原计划提早一天 广东东管市一家企业负责赶制 1000套活动板房 为了让受灾的台湾民众 尽快住上活动板房 目前这个厂家的员工正在加班加点 加点生产 我现在是在这个生产送往台湾灾区 样板房的生产车间 现在是下午的时间5点 但工人们呢 仍然在不停的赶工 我们了解到 从上个星期天开始 这里的工人就是24小时的 对这些样板房的工程进行赶工制作 每天的工人分两班岛来完成这个生产任务 这家制造活动板房的企业 也曾支援过512汶川大地震活动板房建设 这批为台湾灾区感制的活动板房 除考虑台湾同胞生活习惯之外 还强调了抗震性能 我们了解到啊 这里面所有原材料都是同时通过了 大陆台湾国际这样的标准 而且它的这个抗地震性呢 是7级 该企业共承担了1000套活动板房的制造任务 目前已经生产活动板房450套 剩下的550套将于本月27号前完成 再来关注伊拉克的局势 伊拉克军方21号晚上宣布 19号的巴格达市中心特大爆炸袭击案告破 巴格达行动指挥部发言人阿塔少将说 经过数小时的搜捕行动 伊拉克安全部队已经抓获涉嫌策划和实施袭击的恐怖组织成员 初步调查显示 袭击事件是由阿拉伯复兴上的